两岸统一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统一的选择题,而是如何统一的必答题。 当地时间11月14号下午,中美元首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晤。 台湾问题是这次会晤的一个重点,岛内各界高度关注,台媒也做了密集报道。 马云九时机重要智囊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分析称, 中美元首会晤后,台独已经是假议题,未来要面对的是统一的问题。 大陆将来会大力促进和平统一,台湾势必要面对。 诚如赵春山所说,两岸统一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统一的选择题,而是如何统一的必答题。 统一一定要实现,也一定能够实现。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,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,更是任何人,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。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,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,当然要由中国人来决定。 大陆一直尽最大努力,追求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。 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,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,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,成为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。 在会晤中,中方指出,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,是美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红线。 美方也表示,坚持一个中国政策,不支持台独,不支持两个中国,或一中一台,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。 美方这番表态,无疑是给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泼了一盆冷水,也再次警醒民进党当局,以美谋独注定没有出路。 以美是迷梦,谋独乃死路。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,明确的,没有任何退让空间。 两岸必须统一,也必然统一。 这是大势所趋,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,不会改变,也不可能改变。 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,都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,中国人民必将同仇敌忾。